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什麼是丹尼索亞人呢? 我們講過幾次那些古代人類考古的歷史 和DNA的講在一起 如果大家還記得近年諾貝爾的其中有次頒獎的頒給巴布教授 我們都曾經是故意介紹過他的貢獻 就是他首次將這個尼安德塔人的粒線體 和那個細胞核的基因圖譜 能夠在他主導之下做了整個圖譜出來 從而令到我們知道 我們現代智人和這些古代已經絕種的 尼安德塔人的人類的量化基因上的分別 是多少我們講得出來的 有一個研究我們比較少 他的貢獻我們比較小提的 就是說原來巴布教授 他也有份去將這個丹尼索亞人的粒線體DNA 就率先做了出來的 所以現在我們講的那種叫做人類和其他相近物種 尤其是相近原始人物種的研究呢 怎樣用基因去做呢 就很多時候就會有 這一幫在這個東歐和北歐的 這一幫這樣的叫做現代的人類學家 他們那裡做出來 而丹尼索亞人是特別有趣的 現在你看到台長給出來的圖 竟然我們現在是剛剛這個星期的 其中一個公佈的研究結果那裡 就看到丹尼索亞人可能和我們這個中國人的祖先 的那種關係在那裡 那你所謂的中國人的祖先去到多遠 是不是去到這個北京元人呢 我們講到 其實我們現在就這樣講的 北京人照計就不是中國人的祖先來的 但是在中國那裡一樣會出土到很多其他原始人的化石 有些就不是在北京那地方去出土 那從地圖看到 其中另外兩個比較重要的發現 就是在哈爾濱 和在青藏高原那裡 分別就找到兩塊很重要的化石 哈爾濱那裡的化石 就是一個比較完整的人的頭骨 應該就好像沒有鱷骨的 就只是頭蓋骨去到那個上鱷那裡的一個頭骨 我們就給了一個名字叫做龍人的頭骨 甚至乎在一個物種分類就叫做Homo longi 就是應該就是代表著一個龍人的頭骨 而且就相信就應該就估計一下 它會不會就是和後來的中國人有淵源呢 這個暫時還不知道的 因為我們沒有基因資訊可以從這個化石那裡拿出來 所以也都無從說起 那麼現在就考究到它這個龍人的頭骨 那麼它照計就會是距離今天都成 成十五萬年 十五萬年就比較久了 就是都去到北京圓人那些這樣的級數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就說 應該就照計不是直接和現時的中國人有關 但是在這個中國的地方出土那裡 對於我們了解整個古代人類那裡 如何遷徵 如何雜交 如何滅絕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資訊 那麼另外一個重要資訊 剛才有提到的就是在青藏高原 找到一個下鱷骨的一個化石 那麼現在我們本來就不太知道 這個東西是和那個Homo longi 就是在哈爾濱那個有什麼關係的 但是現在就似乎就覺得 它們應該是接近的物種來的 因為一個頭蓋骨去上面有上鱷骨 另外這個在青藏高原找到的就是下鱷骨 所以回到那些牙齒的排列結構 我們大約知道它的物種是不是相似 那麼現在照計就是相似的 就是由於有找到這個下鱷骨 就發覺有很多故事可以講下去 最後可以把丹尼索瓦人 就是容許這裡我們慢慢去講 那麼現在件事就是這樣的 那個人在青藏高原找到那個下鱷骨化石 原來是由一個僧人 他就在一個的山洞那裡撿到一塊骨出來 他就基本上當他是一個法器這樣來 跟著身來帶著他這樣去 就是你可以想像到是藏傳佛教的信徒 那麼他當時不知道他以為是一塊骨 以為是一個現代人的骨 而且就是對於這些武咒技的 因為跟他的宗教信仰是有關的 是不是? 但是後來有人發現這個骨似乎不是現代人來的 也都不是一些其他畜生的物種 似乎是原始人的骨來的 那麼所以就由這個 由僧侶手上獲得的這一塊下鱷骨化石 就成為一個很重要的考古證據 而且竟然在裡面是找到 DNA的成份可以去做進一步的鑑證 那麼現在件事就這樣了 如果我們 這樣就很空氣 在那一個哈爾斌找到那個頭蓋骨 裡面是找不到可以有用的基因的殘餘 來幫我們進一步分析他到底是什麼種 但是我們找到在這個青藏高原那裡的 另外一個它的下鱷骨照計 它當然不是來自同一個人 但是照計應該是跟這個哈爾斌 找到那個頭蓋骨是差不多物種的 只能夠說差不多的原因就是 因為它的考證是純粹來自下額骨和牙齒的結構 但是青藏高原找到下額骨 我們拿到DNA出來做分析 而且找到DNA竟然是跟新疆境外 其實應該對應唐魯烏梁海地帶 一個尼安德塔人留下的手指骨證據上的DNA竟然是有吻合的地方 這裡就要提一提 現今屬於俄羅斯境內 跟蒙古中國很接近的地方 其實我會說那個也是曾幾何時的中國領土 清朝時屬於唐魯烏梁海的地方 在那裡找到丹尼索瓦人的手指骨 但是在裡面竟然隱藏著DNA 是使得我們足夠把整個丹尼索瓦人的粒線體DNA重組出來 現在就是說 我們一直不知道丹尼索瓦人是怎樣的 就是這裡有幾塊東西 丹尼索瓦人我們就只有他的粒線體DNA 我們知道他跟尼安德塔人和現代智人的基因上的距離有多少 而且我們也知道丹尼索瓦人和尼安德塔人是有雜交 丹尼索瓦人和現代智人有雜交 而且也在我們這些比較東亞的人來說 很可能不只是有尼安德塔人DNA殘餘 還可能有丹尼索瓦人DNA殘餘 就視乎你在中國的哪一個部分 而丹尼索瓦人我們就沒有一個完整的骨 可以看到他的形狀是怎樣的 我們只有他的DNA 但是現在就去到青藏高原那裡 就找到有東西跟他DNA是相似的 但是就有個下岳骨 然後我也相信這個下岳骨 也跟哈爾文找到那個頭蓋骨 也都是相似的 於是我們會不會 左拼右臭你會相似的 會不會就說 其實在那個中國哈爾文找到那個頭蓋骨 已經是找到那個頭蓋骨 可以反映到丹尼索瓦人本身那個頭骨的形象是怎樣的呢? 所以為什麼在這幾片線索去擺在一起的時候 就令到整個考古界就好像覺得有些比較重要的發現去看到呢? 當然你可能會覺得 很多可能性、很多假設在這裡 我們假設了這個下岳骨和那個頭蓋骨應該是同類 是不是? 然後你也要在基因上面也要確認到 那個丹尼索瓦人的DNA 和你的下岳骨裡面找到出來的DNA成份要為此 要這幾樣東西放在一起的時候 你才可以將那個丹尼索瓦人的基因 和他的骨頭、頭骨的外形 你才可以畫到一個相似的符號在中間 但是目前為止這個都算是一個 比較像樣的證據 去告訴我們大約是丹尼索瓦人會是怎樣的呢? 那是不是現在我們都沒有找到一個比較完整的丹尼索瓦人的鞋骨? 沒有了 完全是沒有了 你可不可以好像尼安德塔人那樣找到 又是頭骨 又是其他的骨 但是有了DNA在那裡 就是現時沒有了 只有那個手指骨 那個手指骨就是只有手指 你其他最主要的骨落的部分 你就找不到出來 所以這個是暫時來說 都算是人類考古來說 比較大的發現 就是跟尼安德塔人不同的 我覺得丹尼索瓦人去那裡 最後獲得到的資訊可以更加精彩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在我們發現尼安德塔人的圍骨和基因的分佈來講 尼安德塔人是一個比較集中在北歐和中歐地帶的一些人 比如你南邊南到直布羅陀西班牙那邊 你就北到那些北歐的地方 就是那個尼安德塔人的那個地帶 你不會說看到在那個非洲那裡 有些尼安德塔人的殘餘都沒有 然後隨著由中亞到東亞 你也不會看到太多 尼安德塔人找到的那些證據也是很少的 反而丹尼索瓦人就是一個 既在這個由中亞蔓延到東亞和南亞 都有的一個物種 它那個擴散範圍很大 當然後來它都面對著這個滅絕 但是它的滅絕時間按照計 現在我們相信是比起尼安德塔人更加後期 尼安德塔人距離現在就四萬年前絕了種 丹尼索瓦人似乎是二萬五千年前才是絕了種的 那你如果說我們現在今天現代文明 就大約是八千至一萬年左右 就是美索不達米亞這個文明 那你說去到東亞的時候 就比較見得多這些 現代智人的人種遷律過來 後來和丹尼索瓦人集交出來 會不會有些 甚至乎最後變成了我們今時今日的 中國人的某一部分的人種 而我們知道的 有些人種它不是停留在中國那裡 繼續向這個東南亞遷律 但是來到這些東南亞的地方 甚至去到新基內亞都有 那就解釋到我們整個人類的遷律 那似乎由丹尼索瓦人的研究 是可以殞藏於更加多的故事 但是也是限於 在這個東亞的土地氣候那裡 就不像在那些歐洲地方 那麼有利去保存這些圍骨裡面的DNA 所以你會看到就是 好像在哈爾濱找到那個頭蓋骨 那個叫做龍人Dragonman 那個這樣的頭骨裡面 沒有DNA成份在那裡 那這個就是環境的使然 是啊 大家現在看這些不要太認真了 當時的這些丹尼索瓦人是不是這樣的樣子 就是憑想像的 這種技術你由基因定的樣子是做得很差的 你就算知道那個骨 你上面的軟組織怎麼分佈 你完全不知道的 所以有人說笑的 如果你把現代的企鵝 那個的骨 你用一個我們現在考古的方法 嘗試把它重組回企鵝究竟是一個什麼樣子 你會發覺整件事是很奇怪的 就不像我們現在看到一隻這麼可愛的肥嘟嘟的企鵝的樣子 因為那些肥嘟嘟的軟組織的東西 你是完全沒有資訊可以看得到的 可以從骨那裡 但是現在就說 我們是可以重組一個中國皇帝 應該是北周的皇帝的樣子出來的 是啊 是的 你究竟嚴格定義上那個算不算中國呢 有人說算有人不算 那它最主要就是因為 講這個魏晉南北朝 你只牽涉到那些五胡亂華 現在就說在那個北周的 北周都差不多去到徐朝了 已經是吧 那北周時候的其中一個皇帝的墓葬 那這位皇帝有三十多歲左右就死了 就在那個皇帝的墓裡面 就拿到他的DNA出來 就由那個DNA嘗試重組 就是分析回那個人種 那原來法國就真的比較屬於 就是北中國的人種 就是用今天意義講北中國的人種 那所以你說 但是在那個時代來講 其實就不是漢人來的 那所以其實你現在這樣講也對 你說如果真正意義上 比較漢人成份濃度高一些呢 今天北方那些人呢 基本上就很多都不是漢人來的 反而就是由這些這樣的五胡 混合出來的人 但是反而你說比傳統以上的漢人 可能就已經隨著藍遷 就由河南一路下去 中國比較南部的地方都有 但是當然了 也都有跟很多當地的人種去集交了 那所以你如果純粹就是講 哇 漢族血統有多純正啊 那你越講你就會發覺就越是 就是沒有什麼證據可以支持到你的了 那所以你會發覺那種 如果你說如果想由那個純粹 純相漢族血統的純正性 來講一下這個中華民族來講 多數就糟糕的 就是你這樣講 那反而就 現在今天的意義來講 我們就會說 岳飛去抵抗金兵 是不是都屬於一場內戰多過外戰呢? 那現在有人拿來這樣講 那今時今日來講 我們的意義 就是那個歷史的閃避就是 北周都當是中國歷史一部份了 後來那個就由徐朝的時候 就是漢人拿回政權 那跟著所以呢 你之前北朝那些東西呢 就都不要算是外族了 那現在就是叫第一次有 就是應該都是第一次有人 去拿回那個鮮卑人的那個DNA出來去驗證 就是因為呢 鮮卑人 今時今日就 我們叫做 不可以找到純種的鮮卑人 那所以唯一能夠找回 就是由這些墓葬那裡 是由那個皇帝那裡去拿出來的 那而很有趣就是 由他的那個DNA分析 是可以分析回 照計這個皇帝 似乎就是 真是比較容易有血管問題 那也都解釋到就是這個皇帝 他早死的原因 就發覺他 和當時的病歷記載在那裡 就發覺這位皇帝呢 是會 直眼會突然之間 視力很差 甚至看不到東西 那還有就 他會突然之間 有一些 頭痛啊 暈啊 那些這樣的現象 那照計就和他這些血管病有關 就是說他這個DNA就容易有這種病 是啊 似乎就是對於這個皇帝 他的死因和病歷 就有一個似乎有一個DNA的因素 在那裡是可以找得到的 那所以你會發覺 我們連續兩節都講很多的故事 竟然都是和DNA有關 那你會發覺就很有趣 在這裡跨很多科 我想現在我們差不多每一次節目 都有DNA的成分在那裡了 這個無可避免 因為DNA那個研究是發展得上很快 最後一提 就是這個先卑族 其實在中國歷史上 發揮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不知道在這個北州 這個徐朝的時候 唐朝 就是這個李氏家族 其實他們不是應該勝利的 不過現在的說話就是 其實他們是先卑人 不是漢人來的 其實一點都不提 陳人確教授 在這個問題上面 有個相當詳細的一些論述 所以大家如果要看看 就看看陳人確 這位歷史學家 他講唐朝這個家族 他的考據是怎樣 這節有結束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神秘的夜第一節 2022神秘的夜 跟大家見面 今天會跟大家說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話說 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 說要下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他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他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幾圖你怎樣看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 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就會不會 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扮演我們在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有機會人就會去追溯假的節目 就忘了去追溯我們的節目 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了一個訂閱鍵 那麼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就真的沒有夾過 但是正正就是我想說的話 其實有人假裝我們不重要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今天的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事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只是我和台長 對不起,我是阿企圖